大家好 我是老师 今年的茶花季已经来到尾声了 今年我们造访了很多茶花的专家 还有探讨很多茶花的秘境 茶花的高手在云间 还有很多高手我们还没有来造访 今年是2024年 已经来到茶花的尾端 今天我们来到老师农场 来探讨这些茶花的秘境 在老师农场 在这一区很明显 这些茶花已经种了三十年以上 而且在这一区大概有一千多种品种 这些品种都用来采集缓植来用的 所以种的是比较密集 在管理上是比较好管理 老师是如何来管理这么多品种茶花的目录 我们很显然在这一棵茶花 查到这有铝片 用阿拉伯数字来打上去 这一棵编号是455号 我们来查它的品种的名字 我们在这两本厚厚的木录里面 我们要来查这一棵茶花的品种 我们已经查到这一棵茶花的品种 它叫春天的梦 这棵茶花叫春天的梦 我们来看这棵茶花 它是长得什么样子的 春天的梦 它是很会开花的 它花是桃红色的 春天的梦 春天的梦它是属于完全的 它是属于桃红色 也就是粉色 它是属于虫瓣形的茶花 这一棵茶花也是很会开花的 也在过年前后 它正式来开花 也正式春天的来年 叫春天的梦 这一棵花也是很漂亮的 它也会变比较浅的粉色 跟比较深的粉色 这一棵茶花是属于桃红色 它是属于比较深的桃红色 应该是属于红色 它颜色非常的深 它是属于虫瓣 也就是富人的花 它一轮一轮很多人 这一棵水莲 也是颜色非常的特别 是比较深 红色的这种花朵 像这种比较深的 颜色是比较少的 水莲 这一棵是比较特别 它外面的花瓣是白色的 中间是有花蕾 它背后是属于 浅的 比较浅的紫色 这一棵花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特别 在它的背后 我们也有看到它 有比较浅的紫色 所以这一棵花搭配起来 还是非常的稀少 非常好看的一棵茶花 这一棵是蜜磨砂球莉 这一棵花也是很会开花的 蜜磨砂球莉 这一棵花的颜色非常的亮丽 非常的特别 它是完全的花 它中间没有花蕾 它是非常浅的混色 这种颜色 这种颜色非常少 非常漂亮 蜜磨砂球莉 它是属于中型的花 很会开花 整棵花 整棵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蜜磨砂球莉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到一棵 属于透大轮花 这一棵花至少有十八公分到二十公分 非常巨大的花 它也是属于比较浅的混色 只要它这个花瓣比较大 这个花型开起来会特别的大 它是属于护轮的花 这一棵又大 颜色又漂亮的花 非常的漂亮 在这上面 我们远远照过去 这棵花也确实是非常大的 非常的漂亮 它的花瓣是属于比较偏大 所以它是属于大型的花 非常的漂亮 属于比较浅的混色 又大又漂亮 在这草丛堆里面 我们也发现到一棵 非常巨大的花 它最外面是属于比较浅的 浅白的混色 里面是比较深的混红 比较浅的混红 已经浅到快要变紫色 这一棵花也是超级的漂亮 它的花瓣是属于偏大 它是属于中间有花蕊 从这个角度 我们很显然看到它中间有花蕊 它这一棵花是透大轮花 二十公文以上 它的花瓣特别的偏大 花瓣偏大 花型就会变大 这一棵花超大 超级的漂亮 像这样中型的花 它中间是有花蕊 这种花都特别超会开花 开得满满的湿 这种花可以做育种的 这种花超级会开花的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到 这一棵开得满满的花苞 像这样开满满的花苞 又很多 这种花必定是属于小型花 小型花是特别的会开花 像这样超级会开花的 它满满的都是花苞 这属于黄色的 都是属于小型的花 像这么小的花 它是属于黄色的 它中间有花蕊 这种小型花是超会开花的 它满满的都是花苞 花开多就漂亮 花小就越会开花 花瓣越大 它花型就越大 莱德利 莱德利它的花瓣 像绣球一样 它中间是属于堂子型 堂子型就是公蕊 它因为退化 而演变成一朵美丽的茶花 它是属于比较深红色的 属于比较绣球型的 莱德利 现在看到这一朵 叫混丹 它是属于中大轮花 比较属于中型中轮花 它是完全的花 这混丹它颜色 就是粉红色的 它是属于比较浅的粉红色 外面的花瓣 比较偏大 里面的花瓣是越来越小 而且它是非常的规律工整 这一朵花非常的漂亮 它的颜色非常的漂亮 跟它的形状非常的工整 整体看起来的花 整体看起来 这一朵花是非常亮丽好看 混丹 非常漂亮的一朵混丹 鹿鹅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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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个名字 就知道是属于日本的花 它是属于中大型花 它是属于比较浅的粉红色 比较浅色的粉红 它的花瓣也是非常的工整 它是属于富人的花 它的花瓣是井然有序 非常的规则 这朵花整体看起来 它的颜色跟它的这个花型 都非常的搭配 颜色非常的亮丽 非常的漂亮 鹿鹅島 在这里 我们也发现到一朵 叫漂亮的姑娘 它属于小型花 它有花蕊 它是属于比较浅的混色 它非常多的花宝 很会开花 漂亮的姑娘 漂亮姑娘 它花包非常的多 属于小型花 超会开花的 它中间有花蕊 属于比较浅的混色 噴沙深井 它的花瓣是偏大 中间有花蕊 噴沙深井 这朵花 这朵花颜色还是算起来是很亮丽的 是中大人花 比较偏中人花 也是属于护轮的花 噴沙深井 塔玛背地 塔玛背地 它外面有比较白的花边 里面是属于桃红色 它有花蕊 它这朵花 很像玉芝朴的花 塔玛背地 这朵花 也是非常的亮丽 非常的特别 像这一列型的花 也是有很多人在狱种 因为白色的花边 跟里面混红 这样搭起来是蛮好看的 我们从这个视角看过去 这一边都是比较黄色的 这些茶花 这些是比较深红的 深黄色的茶花 像这个比较小型的花 是超会开花的 它属于单半 里面有花蕊 它属于黄色 比较深的黄色 这种花很会开花 整体看起来也很漂亮 而且它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非常的耗重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到一颗 比较浅的黄色的花 像这样小的花 比较小朵的花 小轮花大部分都很会开花 这一颗也是中间有花蕊 这一颗也超会开花的 它的花蕊 比较特别 比较披震状型的 比较水 颜色 比较统圆状的 所以这一朵花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浅的黄色 浅到快要变白色了 这一种非常会开花 它长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非常好重的一颗花 这一颗 比较浅的粉色 也超会开花 它中间有花蕊 它开的花非常的多 这一颗也非常的好重 又非常的漂亮 像这样粉色的花 整颗开起来多就漂亮 它中间是有花蕊 它花蕊非常的多 它的花瓣非常的大 花瓣最外围 它有比较浅的紫色 这一朵花也非常的亮丽 非常的好看 整颗开起来非常的漂亮 颜色非常好看 非常亮丽 这一颗茶花超会开花 中间有花蕊非常的多 这一颗是明天 它是属于中大轮花 它花瓣偏大 最外围的花边 它是属于比较偏白 里面是属于偏黄 偏浅的粉色 而且这个花瓣偏 而且这个花瓣还会有 比较深的桃红色的条状 明天 它是会变两种颜色的花 明天 我们来到老师农场 发现到这比较小的花 开的花朵比较小 小轮花 它这个花超会开花的 开花非常的多 这花朵非常的惊人 开的非常多的这些花 开的非常的漂亮 这一朵叫新世纪 新世纪的话也是 非常的特别 它的颜色跟其他的花 是完全不一样 它里面偏白又有偏黄 淺黄 外边又有偏浅的粉色 这棵花是属于中轮花 中大轮花 它的花瓣也是比较偏中型的 它看不到花蕊 它应该属于完全的花 新世纪 这朵花也是超特别的 新世纪这朵花 我们有找到它有花蕊 这种有花蕊的花 它是可以来育种的 这朵新世纪非常的特别 它的颜色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新世纪 有花蕊的不是完全的花 有花蕊的不是完全的花 是属于特大轮花 它花瓣偏大 它中间有花蕊 就是属于红色 比较偏红色的花 这朵花非常偏大 巨大的花 大跟巨大的花 这朵花 这朵花也非常的漂亮 它花瓣偏大 这朵花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到追斗 属于比较偏长形 它的花瓣非常的特别 是属于长形的 它整朵花都是偏比较长形的 跟它花瓣一样 中间是有花蕊的 这朵花非常稀少 非常特别的 在2024年老式农场 我们拍摄一些茶花 也受到很多好朋友的关注 点赞、订阅跟点赞 还有对我们的指教 我们细心的接受 我们团队会更加的努力 来改善一些拍摄的手法 让漂亮的茶花呈现在 在大家的眼前 这是我们要走的目标 由衷地感谢大家的支持 非常地感谢大家 2024年 我是老师 2024年的茶花 已经进到尾声 我是老师 现在在老师农场 我们继续会拍一些 还指这些系列 这段时间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我是老师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